拿着大狼头 小型翼翼的将每片小瓷砖敲碎 这些比指甲还小的碎片 就是陈老师用来创作的材料 已经78岁的知名艺术家陈锦隆老师 这天带来他的马赛克镶嵌创作 来到台中文创园区展出 如此超大型的作品 在国内可说是相当罕见 我们一般看到的马赛克都是瓷砖的 但是我这个都是 每一个都是手工的 一般常见的马赛克创作 大多是利用现成的小瓷砖来做拼贴 不过为了营造出更写实的视觉风格 陈老师坚持还要把小瓷砖 敲成更小的碎片 看看现场的作品 每一幅至少都得用成千上万的碎片 才能完成 让参观者不禁佩服陈老师 惊人的耐心与创造力 花了很多时间想 就是中间有一个受伤的 旁边有墨黑来看的 自己的家里 还有哀伤的人 尤其有一个 只有把手挡住 只有留一个眼睛在那个看的话 我都花了很多精神在想 陈老师在东京医师大学修的壁画措施 所以他对油画的使用保存 他的作品绝对不会脱落掉色的情况 就是说他对材料特别的讲究 多才多艺的陈锦楼老师可说是涉猎广泛 不仅马赛克创作文明全球 在素描以及油彩的创作上 也是台湾超现实风格的第一把交椅 其作品大多以灰蓝色调 表达激进的内心世界 这场画展将从即日起 在台中文创园区展出到12月25号 民众不妨前往一睹大师级的创作 记者红交友谈出什么道 文众不妨前往一睹大师线 解决